印度经济高速增长背后 实际上要依赖少数几家寡头企业 这些财阀与莫迪政府相互成就 分析指 印度财阀扩张 以牺牲中小企业为代价 但这些消耗国家大量资源的私人垄断企业集团 只能在政府的保护伞下赚取垄断利润 无法走向国际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印度GDP将在今明两年 分别增长6.1%和6.8%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但印度经济高速增长背后 实际上要依赖少数几家寡头企业 这些财阀的掌门人 同时也是亚洲及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们与莫迪政府相互成就 财阀通过政治关系 来驾驭印度繁琐的官僚机构 得到众多或明或暗的政策支持 也可以从银行得到大量贷款 最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 执行总理莫迪制定的宏图伟业 莫迪的朋友圈 包括现实集团董事长 穆克什 安巴尼 塔塔集团 元老拉坦 塔塔 电信沙皇苏尼尔 巴蒂 米塔尔 阿达尼集团董事长 高塔姆 阿达尼 马恒达集团董事长 阿南德 马恒达 维丹塔董事长 阿尼尔 阿加瓦尔 塔塔子公司董事长 钱德拉瑟卡兰 JSW集团董事长 萨詹 金达尔 TVS董事长维努 斯里尼瓦桑和 L与T负责人 A.M.Naik 大财阀赢者 同持20家企业集团 创造全印度企业 80%利润 华尔街日报最新的一则 报道揭示 印度六大财阀 如今控制着 印度25%的港口 45%的水泥生产 三分之一的钢铁产业 近60%的电信用户 和45%以上的煤炭进口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 一项分析显示 自2014年以来 私营公司的所有新投资提案 有四分之一 来自六大财阀 客观地说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早在2015年 连线杂志创刊人 知名印度裔记者M K.Vanel就曾经表示 紧密粗拥着莫迪的 大约6到8位企业家 总共欠银行 35万亿卢比 印度银行业的总资本 当时才50万亿卢比 如果这些企业破产 印度70%的银行业资本 将被抹去 他们大到不能倒 整个印度的政治经济系统 都在支撑着这些寡头 Vanel将此称为 裙带资本主义 他在2015年 忧心冲冲地写道 印度政治精英和大企业之间 系统性的长期关系 不会很快消失 这段话如今看来充满先见之名 莫迪的经济改革和 巨额基建投资 让前排座椅上的寡头们 聚敛了更多的财富 2022财年 在印度国家证交所上市公司中 最大的20家 创造了所有企业部门 80%的利润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Biro Acharya 曾在2017至2019年 期间担任 印度央行副行长 他认为 由阿达尼集团 信使集团 塔塔集团 贝拉集团 和8D电信组成的 Big 5 正在影响印度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这些寡头的垄断之下 印度的中小企业 步履维艰 且由于他们在零售 资源和电信部门 拥有无人可以抗衡的定价权 普通印度人 完全无法享受到 国家发展的红利 应该将这些大财阀企业支解 印度理工学院 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Rohit Chandra 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人们相信 现在记录这些大公司 已经占据的任何商业领域 都已经没有意义 你不希望 只是那么几家公司 一次又一次地赢得一切 印度财阀 只能在印度称王称霸 印度学术界和经济学家 将这些公司称为国家冠军 这个词 也被用来描述 韩国的私营连锁企业 八九十年代 在国家的支持和协调下 大财阀帮助韩国实现了工业化 并使其成为一个出口大国 纽约大学名誉教授 经济学家Nurio Rubini认为 印度和韩国的区别在于 韩国培养的财阀 具有国际竞争力 而印度财阀的垄断范围 仅限国内 目的政府通过一系列 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 如添加进口关税等 限制外国公司进入 以保护这些大财阀的利益 比如去年印度指控小米 涉嫌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 扣押其48亿人民币资金 据报道 印度政府甚至在近期要求 中国手机企业 必须用印度人当高管 此举被认为是变相收购中国企业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印度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限制了这些财阀的竞争力 财阀扩张 以牺牲中小企业为代价 但这些消耗国家大量资源的 私人垄断企业集团 只能在政府的保护伞下 赚取垄断利润 无法走向国际市场 不过 末迪政府并不承认 他的国家存在财阀 印度商务部长 Pius Goyle 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不知道 韩国是否对财阀 给予了特殊照顾 但在印度 每家企业都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信实集团发言人 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信实集团不是财阀 信实一直相信为国家工作 对印度有利的 就是对信实有利的 对信实有一点 所以对信实有利的 得信实实有利的 对着你 对信实脱争 了爆炎